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做電飯煲焗雞 想知道好不好吃呢 繼續看下去吧 這段影片是我之前拍的 拍完今天再剪給大家看 我買了一隻雞 這隻雞很重 有1.5kg 是一隻土雞 它本身是賣台幣$268 你看到貼著六折標誌 即是它打六折 大概打完折後 四十多港幣 其實我又見到很划算 所以買了回來 之後就想著用什麼方法做呢 上網看過 原來用電飯煲可以焗雞 一於先試試看 這隻雞 除了有一隻雞做材料之外 有些調味料 有沙薑 有鹽 還有還有一件 就是薑蓉 如果沒有薑蓉 你可以用薑片去代替 材料非常簡單 就是這四樣東西就可以了 首先 這隻雞要先拆掉膠袋 我經常覺得這膠袋很難拆 不知道有沒有同感 我拆一拆發現 竟然有隻雞頭在 我平時在香港買的雞 通常比較少有雞頭 但這裏 我第一次在台灣買整隻雞來做 這隻雞竟然有雞頭 拿出來的時候嚇到我 因為我比較少看到有雞頭的雞 除了以前在家裏媽媽做那些 我自己做通常沒有雞頭 我通常買一些春雞 第一次買這麼大隻的土雞 那你洗牠的時候 就要看裡面有沒有這些肥膏 還有看看裡面有沒有 滑漏了的內臟 因為有時候那些雞 內臟的內臟未必滑得很清 那你就看看 在洗牠的時候 其實雞有分很多隻的 在香港我們經常看到黃油雞 即是皮很黃的 皮和肉之間有很多脂肪 在台灣我覺得比較少見這種雞 我多數在超市見 多數是土雞 即是我現在買這隻雞 它最大的特徵就是 它對腳是黑色的雞腳 這隻雞吃起來的肉質 是比較嫩滑 而且它是比較沒有那麼多脂肪 在皮和肉之間 它沒有那麼肥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 是比較注重健康 或者吃得比較清淡一點 可以試試買這些土雞 這些土雞 除了可以用來做好像今天這樣 鹽焗雞 或者可以用來煲湯都不錯 它沒有那麼肥 煲出來的湯會比較清一點 你洗完這隻雞之後 你就可以用一些廚房紙巾 印乾它 或者你可以吹乾它都可以 然後我們來到醃雞環節 醃雞其實很容易 不過就要多點時間去醃 我們現在拿些沙薑粉 大概一大湯匙 我們先把調味料倒在碟上 之後我們再拌勻它 再塗在雞上 鹽大概二份一茶匙 這個薑蓉也是二份一茶匙 然後把調味料拌勻它 你可以儘量自己再加鹽 或者其他沙薑的份量 看你自己個人喜好 我攪拌一下的同時 我覺得好像那個鹽不太夠 所以我就加多一點鹽 因為我醃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我就加重味一點 如果大家覺得這樣調味料很麻煩 其實你可以自己在外面買一包 叫做沙薑雞粉 已經調好了 味道已經調好了 你直接加少許水 就可以塗在雞上 我現在就自己搭 因為我沒有買到那些雞粉包 回來台灣 所以我就自己用我僅有的調味料 混沙薑粉 現在就把那些調味料 然後塗滿雞粉 你看到其實好像調味料不太夠 其實不是的 因為它是流在底部 如果你今次試到這個味 是比較淡一點的 你下次就加多一點 塗完之後 可能有些水會流下去 你就倒回盤裡 之後就把盤裡的汁 調味料倒進雞子裡 再繼續在這裏塗一下 塗到差不多 你那一塗均勻 就可以放在這裏醃 我醃了4個小時 如果可以 你最好就醃日晚 這樣更加入味更加好吃 之後我們就可以把這隻雞 放進電飯鍋裡 整隻放進去 我這個電飯鍋是十人份量的 所以很足夠放這隻雞 如果你六人份量 可能是有點勉強 倒進調味料 和醬汁 我覺得不太夠水 我自己再加多一點點水 把那些調味料 再沖到那隻雞裡 這樣就一起焗它 之後就蓋上 把電飯鍋 調到煮食模式 這樣就可以等了 這隻雞煮了大概45分鐘 這樣就已經調到保溫模式 哇 一打開 超美 和超香的 這隻雞 它的醬汁已經煮得沒有了 整隻雞已經熟了 如果你怕它不熟 你可以試一下 那我就拿了上來 之後我就 找一支竹籤 捉一下它的腿位 因為腿位 通常是最難熟的位置 如果它是未熟的話 你一捉它 一拿回竹籤出來 它是會有些血水飆出來的 那你就要再煮多一會 但我這隻是完全熟了 而且它的樣子非常漂亮 如果你不放心 多多幾個位置 都是沒有血水 就代表可以了 那就可以拿出來吃了 這隻雞 我們沒有打算 用斬雞的方式把它分件 因為我們覺得太麻煩了 如果你想怎樣斬雞的話 有段影片 教你怎樣斬雞 你可以看這段影片 那我們這隻雞 就決定用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手撕 直接拿來吃 那這隻雞 你看它的雞腿 是超大 以及超嫩的 我們一撕出來的時候 那個皮很薄 以及它的肉汁是不斷流出來的 你看它的肉是很嫩滑的 想不到第一次用電飯煲 去烤這個沙薑雞 可以是烤得這麼漂亮 這麼好吃的 之後我們就很極速地 這樣吃了兩隻雞腿 以及兩隻全翼 就剩下了這個雞胸 以及這個雞殼 那我們就決定 把它擦肉 把它撕絲 之後就拿來煲雞粥 如果想看我怎樣煲雞粥的話 留意我之後的影片 今天分享到這裡 拜拜 在這下方的影片 我們會看到 �費 一個這樣的影片 我知道 我們會有這樣的遇見 我是 大家可以錄製 我們在這期間 在這期間 在這期間 叫做你的 找到這個 是 感谢观看